國中學校新一出來北岸 跟國中學生五家庭 不只獲得最高分 五個A++做文講完這份 消息一團回來 全校書士都很高興 校長也分享五家庭 導說王英宏過去 北下新參與國中基本試驗 也是獲得高分的獎王老師 那時候大概是全國裡面 老師敢去考的 大概只有一個高雄補習班之外 那個高雄補習班一個老師 考了好多次 那也考上了台北建中 可是他的成績好像 還沒有王英宏老師這麼好 那這個老師超棒 他同一年他的兩個學生 都考上了嘉義女中的自由班 今年他指導的學生 是一個很普通的班級 就串出了一隻黑馬 這個孩子就扶咬足上 成績一直進步 那今年考試的時候 又五A++ 然後作文又滿集分 又通通都是滿分 北間建國國中 王英宏老師 雖然跟英文刷吉他 扣日進來行 這對班級運動也常常留定 高雄專輪實在真不簡單 有問題都一定會很熱心的 為我們全部都解釋清楚 然後他老師每一課都很強 所以我們每一課都能問他 這三年前那一次就是 考過之後是能夠體會到說 學生他們那個準備考試 還有參加考試的時候 一些容易緊張的地方 或者說容易舒服的地方 這次可以拿到這年冠軍 沒有有優秀的老師在旁邊 學生和家庭也分享自己 如何準備考試 每天就是 唱課所有電話認真 然後回家每天花個兩三小時去複習 然後唱課就會一直發問 不懂就會問老師 然後下課的話 也就在位置上自修 光芬老師和春芬芬 學生這段高雷求孩的故事 是在北京建國國中的 向方來引起大家的討論 身為其他屬性的魔幻 去這裡跟我們藏不住 先拜拜 兩viol 一二三 感谢观看